张杰纸巾前女友曝光,曾当重山谢纳尔光。 这对曾经不被娱乐圈看好的夫妻,却在风风雨雨里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年。 也就是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,张杰在公共平台微博上宣布谢纳怀孕了,就此惊动了整个娱乐圈。 张杰前女友当重山谢纳尔光,张杰霸气回击。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大家都知道张杰是靠住参加快乐男生走红的,和谢纳两人都是四川人。 当时张杰和谢纳认识的时候,正好是谢纳事业最巅峰的时期。 当时曾有一段时间张杰连续好几期都去参加快乐大本营,就此流言蜚语也是满天飞,外界都流传说是张杰靠住谢纳出名的,但在当时,两人还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。 张杰前女友当重山谢纳尔光,张杰霸气回击。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那时候张杰有一个非文女友叫做段希,也是四川成都人,段希在2004年的时候参加节目《我行我秀》,积身全国16强,但是最后还是被淘汰了,她最娱乐圈中也是不温不火。 恰巧当时张杰正好获得快乐男生的冠军,再加上两人又是老乡,于是传言就说两人在一起了。 张杰前女友当重山谢纳尔光,张杰霸气回击,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后来张杰的经纪公司限制了张杰发展,因为视野不顺,跌落到谷底得她不得不去北京工作。 而段希选择留下来成立了女子组合Jade,张杰是去北京之后才认识了谢纳。 张杰前女友当重山谢纳尔光,张杰霸气回击,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在张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谢纳默默地陪住她走过来的,后来张杰在快乐男生中脱颖而出,一炮走红后,这个断气竟直接到了张杰的比赛现场,自称张杰女友。 不过在她听说张杰和谢纳的关系后便恼羞成怒,直接跑到后台帅了谢纳两巴掌,但是谢纳为了不影响张杰比赛,就此选择了沉默。 不过后来张杰无意中知道了此事,还专门去找段西回了她一巴掌,替谢纳出了口恶气。 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张杰前女友当重山谢纳尔光,张杰霸气回击。 网友们纷纷拍手叫好。 在今年的2月1日,谢纳产下一对双包拍,并喊话张杰说,杰霸,以后我们三姐妹请多多关照。 祝福她们永远幸福下去吧。